有人说这个女娃刚开始捏出来的那些人精心制造的中国人 后来这个着急了就弄不过来 甩到处都是外国人 这个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讲的都是一些跟人之间有关系的 或者是那些最大的神 有整体的这种概念 不是各门各派各分的那种小的神 咱们一代而过甚至不讲 这个说到人还是说人 人比较重要 我们都是人 这个人种问题 我们前面说了福色 甚至说还有绿种 蓝种 只是咱们轻易在这种原始森林 在哪这种咱们见不到高山 这时候非洲人 非洲人 这个 他们 就是书上接的果 包括这个 到处跑的都是动物 他们可以就是 怎么说呢 就不太费力气就拿到了 为什么他们那的人就是懒洋洋的 就是说不劳而获 那你结了果子就摘着吃 他们是大自然给他们就是说 这种地域 它自然会影响人的这个环境会影响人 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优点 就是这个就是南哥上会说 很会说 你看那个high punk 那就是非洲人 就是黑人 就是那头 他就原始性接近动物 所以后来说是刚开始 你要想做人 你准备做人 你就要先做非洲人 然后做这个这个白人 最后 你这个有了丰富的历练 才来当中国人 所以说你说中国人很麻烦 那那那你就当非洲人了 其实每一个人 包括动物 他都有他的特长 我们都应该以这个平等心 就是即使他整体不如你 你也要有这种 才叫佛心道心 现在就是非洲人 就是已经不是纯种的非洲人 我们看的那些黑人 就是那种黑奴到国外 就是杂交的颤护 就是不白不黑的 就是外面黑里面白的 就是那样 其实我觉得有那种纯种的非洲人 还是很纯朴 就是现在人对他们印象不太好 其实他对中国就是说 在那边的有的还是很友好 包括他们的那种 就是败自然的那种 你看那个再往南一点 就是再靠这个东一点 印度什么 反正有的很多人 就一天没事就没事干 什么都不干 我就往地上一爬 就祈祷祈求 他反正他也不缺啥 他也不求什么 那种自然的心态 就是在这种繁杂的社会 还是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那种真正的 那白人呢 白人他就是 我们说他考出来 他不熟吗 年轻吗 年轻气盛吗 他就是针啊 斗啊 刮拳呢 这种 曾经也 他们也在辉煌 包括现在他们 还有的还自以为是 但是看得长远的 我们在看了 对吧 很多人已经醒悟了 这个白人还是比较野蛮 是吧 因为曾经的沧海桑田呢 像埃及 也像什么那种 也曾经辉煌过 黑人 气候也在变迁 风水也有轮到他们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事情要长远 包括中国人也不是一直好 你看现在就还需要时间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